大家好 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 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三星集团日前表示 未来五年内将计划总计450兆韩元 折合3100亿美元的国内投资 包括研发R&D 计划扩大半导体投资 在韩国平泽第二工厂新建的第五条线计划于2028年全面投产 三星电子计划通过11月初收购的Tweck Group 在韩国建设一条生产线 专注于AI资料中心市场 三星SDI正在推进在国内建立下一代电池生产基地的计划 例如被称为梦想电池的固态电池 并正在考虑将卫山工厂视为有利的候选者 三星显示器计划从明年开始在中兴南道崖山工厂建设的 第8.6代有机发光二级管IT生产设施中正式量产产品 三星已决定在未来五年内雇佣6万名新员工 另外据韩国媒体报道 三星电子已完成其下一代智慧型手机应用处理器AP Exynos 2600的开发并开始量产 该晶片是三星首款采用2奈米全闸机环绕GAA工艺的晶片 几乎已确认将搭载于定于明年初发表的旗舰智慧型手机Galaxy S26系列 据业内人士透露三星内部似乎对其下一代应用处理器Exynos 2600的完善程度充满信心 在最近的一次内部会议上 高管们强调Exynos 2600的效能显著优于其前代产品Exynos 2500 并据称强调了其应用于S26的可能性并提到很快实现量产 三星电子总裁兼系统LSI业务部负责人朴雍仁 也在早7月份表示他们正在稳步推进Exynos 2600的准备工作 并表示他们期待取得良好的结果 实际效能指标也印证了这些预期 根据效能测试网站Deepbench近期发表的测试结果 这款疑似Exynos 2600的处理器单核跑分达3309分 多核跑分达11256分 与此前类似的测试成绩单核2575分 多核8761分相比 这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显著的效能提升 这一效能被认为与高通下一代骁龙8 Elite第二代处理器相当 该处理器预计将于明年搭载于Galaxy S26系列手机 单核3393分 多核11515分 报道称 自2024年S24推出以来 Exynos 2600仅用了两年时间 便被应用于旗舰Galaxy S系列 如果S26系列确认采用Exynos 2600 预计系统LSI晶圆代工和行动体验MX部门将获得丰厚的收益 此外综合媒体消息 台积电计划在2奈米晶片制程上涨价 可能将导致其一些大客户转向三星电子的先进晶片代工 业内人士日前就表示 台积电已对现有的三奈米制程提价 预计使高通的行动应用处理器的代工价格上涨约16% 联发科的晶片则上涨24% 两家公司的业绩都将因此受到影响 9月时 高通执行长Christiano Armand也指出 在代工半导体方面将尽可能多地考虑各种选择 但他也指出英特尔的18a工艺上无法得到其信任 考虑到全球只有台积电 三星电子和英特尔竞争3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 Imon的言论可能暗示高通正在考虑与三星电子在先进制程上的合作 另一方面 有消息指出高通已经与三星电子组建了合作团队 正在评估骁龙8 Elite Gen5的2奈米GAA版本 移用于高通未来的旗舰产品 业内人士指出 三星似乎已经开始量产采用2奈米GAA工艺的Exynos 2600 该晶电子组将搭载于多款三星Galaxy S26手机之上 此外 三星已将2奈米GAA工艺的良率提高至50% 有望吸引更多客户 然而 三星电子多年来在良率上声誉不佳 因此 即使是在当前台积电涨价的情况下 想要取得关键客户的信任仍任重道远 另一方面 台积电也不太可能在竞争压力下降低价格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工厂来以降低成本 业内预估 台积电4奈米制程 在美成本将比在台湾的制造成本高出30%左右 而采用极紫外曝光机等高价设备 且工艺更加复杂的2奈米工艺将把成本差距进一步扩大至50% 迫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制造压力 台积电目前只能接受成本上涨的现实 三星电子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成本也面临相同困境 但业内普遍认为其风险因素叫台积电要少 业内人士指出 三星在德州的工厂已经营运了近20年 且与格罗方德等公司建立了合作体系 因此本地化方面更有经验 据韩国媒体11月下旬报道 三星电子已从中国两大加密货币矿机厂商 MicroBT比特威和Canon加南科技获得2奈米晶片订单 报道称 MicroBT和Canon已签署协议 将采用三星的2奈米Gate All Round的GAA技术 这两家公司分别是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加密货币矿机硬体制造商 计划利用该技术生产特定应用集成电路 ASIC作为其矿机设备的核心处理器 如果这一潜在交易得到确认 三星的2奈米客户名单将进一步扩大 目前其客户包括特斯拉和三星内部系统 LSI部门Exynos行动晶片的生产商 尽管如此 在台积电主导的市场中 这一胜利仍显得较为有限 数据显示 2025年第二季度台积电在全球纯代工市场中的份额高达71% 而三星代工部门仅以8%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 一类人士指出 由于台积电目前产能饱和 中国厂商转而选择三星作为替代供应商 然而全球最大的矿机设备制造商Bitman比特大陆 仍继续使用台积电的服务 分析师认为台积电在高产量 尖端晶片 量率方面的成熟记录是其显著优势 据报道 这两家中国公司的订单总量 约为每月2000片12英寸晶圆 按每片晶圆约2万美元的价格估算 这将为三星带来约4.8亿美元的年营收 据悉 MicroBT的订单 已在三星位于韩国华城市的S3生产线开始生产 而Canon计划于2026年初开始首批晶圆生产 晶片交付预计在同年下半年进行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